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晚上好,我是杨阳,很高兴再次遇见你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凯子的 用力爱过的人就别删了 分手后到底要不要互删好友 很多人都说,删吧,不删的话你会忍不住找他 但也有人说,就算删除,也删不掉他带来的习惯 分手之后你会度过那些没有他的难熬日子 你习惯曾经有他在你生命中存在 也会习惯他成为过客的事实 只是总有那么一件东西会让你想起曾经的那个人 让你想起他曾带给你的那些回忆 歌曲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曾经的那个人呢 之前我在公司做过一个关于一首歌 一个故事的问卷调查 有个同事在问题底下写下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当时我问他,这首歌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 他说,这首歌是我前男友告白时唱给我听的 跟他分手快一年了 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他了 可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难免有些失落 我想,我大概是能理解他的心情 原本这首歌对于他而言,兴许不过是一首普通的曲子 可因为某个人的存在,渐渐变得特殊 原本和他相遇的那天,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子 可因为他的出现,变得不再那么平淡 网易云音乐里,梁静如唱的《没有人向你评论区》 有个人说 我还喜欢着你 不像我表现的那么洒脱 不像我表现的那样对你绝情 我遇到比你更优秀的男人 可没有一个会心动 他们笑起来的样子不是你 他们说话的样子不是你 我知道你不是最好的人 甚至幼稚的可笑 可是只有你无可取代 我想和你继续我们没有来得及开始的未来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闪而错过的人再也不能回来了 也许关于那个特殊的人 就像《长恨歌》里说的那样 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 密码 设练中的人大概都会做一些 在旁人看起来幼稚的事情 设置情侣头像 大方地向朋友宣布 我已经有主了 将微信密码 微博密码等共享 告诉他 我的世界你可以参与 朋友圈里发的内容 十条有九条都是关于他的 不在乎旁人说秀恩爱 只不过 当彼此形同陌路之后 这些见证爱情的美好过往 便都被一键删除 对于有些人来说 头像可以换 朋友圈可以删 只是密码就像心底存着的那一份侥幸 舍不得换 有个读者说 他还留着前男友的生日做密码 在一起时 彼此设置对方的生日作为密码 分手后 他的密码一直没有换 他心里其实还期待着 某天打开微信 可以收到被登陆人的提醒 他还放不下前男友 同样的 他也想知道 前男友是不是也放不下他 于是没有更换的密码 就像一段无声的思念 延续着彼此已经结束的故事 七几年说 有的人就像WiFi热点 即使现在走远了 但是只要你没改密码 再相见的时候 应该也会自动连上吧 只是改不改密码 是人家的事 也许这便是许多人的密码里 一串冰冷数字背后 无法说出口的那个秘密吧 我还爱着你 仅自己可见 电影 前任三刚出来那会儿 在豆瓣的口碑很低 很多人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电影 可以看哭无数人 为此 有个网友做了一个视频 整理了很多人看完 前任三的感受 有的人看着看着 直接在电影院痛哭 哭得撕心裂肺 有的人看完一夜没睡 第二天便开车 去找分手两个多月的前女友 有的人在电影散场回家之后 对着墙壁上挂满回忆的照片 泪流不止 看的是别人的故事 哭的却是自己的 其实看电影的人 未尝不明白 前任三的剧情流于俗套 基本能够猜中后面的故事走向 可这样的故事结局 像极了和她之间的错过 这样的梦云与林家 也像极了她和她 网上有个妹子说 六月份我们分手 之后断断续续联系了好几个月 十二月份 前任三上映 我和她说 一起去看吧 其实是想见她一面 看的时候我没有哭 她却哭了 她一个大老爷们 扯着嗓子哽咽 但我们谁也没说要重新在一起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一起注定也是要分开的 不是因为不够爱 而是爱得太用力 只好说再见 太过深爱 反而容易失去 于是一段感情 演变成电影里的那句台词 你以为我不会走 我以为你会留 最后我们说散就散 爱到最后 说散就散 咖啡 曾经有段时间 我很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去的次数多了 和老板渐渐熟悉起来 记得有次我问她 你为什么想要开一家咖啡馆 她说 因为有个人喜欢喝咖啡 想要开给她喝 当时我以为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后来才慢慢了解到 她口中的那个人 其实是她的前女友 她告诉我 曾经年少轻狂 做了错事 伤害到相恋数年的前女友 她一气之下离开了她 从此再无音讯 她不知道要怎么找她 只好用最笨的方法 在她们曾经待过的地方 开一家她钟爱的咖啡馆 等着她某天路过的时候 能够进来瞧一瞧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我从来不觉得咖啡这么香 直到遇见她之后 才发觉咖啡和她 早已经融入我的生命 爱情的力量 大概就是能让人克服孤寂 战胜一切不可能 去等一个可能 不会回到身边的人吧 九把刀 在等一个人咖啡里写道 每一个人都在等一个人 等待一个可以看到 你与众不同的人 就像一杯咖啡 懂的人 自然能够品尝出 他苦涩之下蕴藏的芳华 愈沉迷 愈清醒 也愈深爱 城市 看过这么一句话 有时候爱上一座城 仅仅是因为 爱上这座城市的某个人 你可能不喜欢 车水马龙 人潮拥挤的北京 可你会因为 他选择了北京 继而留在了北京 这座城市 你可能不喜欢 冬冷下热 经常下雨的福州 可你会因为 他居住在福州 继而留在了福州 这座城市 每个让你停住 步伐的城市里 都有那么一个 让你怀念热爱的人 你离开了南京 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 这首纯音乐 曾经有人问 为什么没有歌词 有个人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候 他在南京上学 每次去看他 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很辛苦 可见到他的那一瞬间 就觉得什么都值得 毕业那年 我拿到了南京的offer 愁愁满志地 盘算着我们的未来 也是那一年 他跟我说分手 之后在南京这座城市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可是我还是选择 留在了南京 只要想到 这曾是他待过的地方 想到南京的街头 某一天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我就对余生充满期待 有些人好像只能是 生命里的过客 可他的出现 依然让你不得不期待 与他所有可能的未来 哪怕这结局 写满了遗憾 你仍旧期待着 路过熟悉的街头 可以一眼望见他的身影 你仍然坚信着 继续等下去 或许呢 或许未来 你可以在这座熟悉的城市 见到那个 你曾经想要把整个世界 送到他面前的人 有人说 相爱一场 尾时疼痛 想忘记 却怎么也忘不了 其实真正爱过的人 哪里可以做到遗忘呢 某一天 你放下了他 可你曾经和他说过的话 吃过的菜 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当他们不欺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起 曾经出现在你青春里的那个人 就像被窝视青春的坟墓里说的那样 我知道有些人是无法忘记的 即使你成长之初 他们就已经消失 但是他们被眷刻在你的生命线上 无法磨灭 让我们终其一生 为了这一些印记 做两件事 怀念 或者寻找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翻词 制作人 Wake, 无法舍 冬怪 歌 exception 作曲你 录回称 转变形 忽然很安静 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忠心 听你不停为我担心 看你不停离我而去 你要我照顾自己 是我做了什么让天生生气 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 也许该要真的相信 有种爱交远远关心 痛却又跟住呼吸 我用光伴永不易 用了梦去想你 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生气 嘲笑我没叛逆全力决定 我用痛苦用回忆 用深爱去想你 去体会什么是活不得已 越等待越有勇气 全身一顶相遇 是我做了什么让天生生气 还是忘了做了什么幸福远离 也许应该要真的相信 是有种爱交远远关心 痛却又跟住呼吸 我用光伴永不易 拥有梦去想你 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生气 嘲笑我没叛逆全力决定 我用痛苦用回忆 有深爱去想你 去体会什么是活不得已 越等待绝全身一顶相遇 是不是担心我派黑不敢前进 那颗本来没坠落的流星 我用光伴永不远离 再拼命运骄傲的自己 我用光伴永不离 有了梦去想你 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生气 嘲笑我没半年全力决定 我用痛苦用回忆 有深爱去想你 去体会什么是活不得已 越等再越有勇气 真心地想你